为什么MK47和M16A4很弱却还要加入步枪团境 确实这两把步枪近战对枪能力很弱 为什么光光还把他们加入步枪团境呢 其实原因有三个 一 保持武器的多样性 合并精英目前一共有13把步枪 狗渣由于太强没有加入到步枪团境 所以步枪一共就只剩下12把了 如果因为性能弱再不把MK47和M16A4加入 那步枪团境一共就只有10把武器了 这就太少了就会产生负面效果 所以不管有没有人选加上就对了 二 玩家可以练枪 MK47和M16A4虽然综合性能很弱 但是玩家在实战中落地还是可能捡到的 玩家刚好可以利用步枪团境来练练这两把枪 毕竟经典模式可不会给你练枪的机会 你打不死敌人敌人就击杀你了 而其他团境有各种强势武器 步枪团境就刚好适合练步枪 三 中远战能力还是很强的 虽然MK47和M16A4近战能力很拉胯 但是中远战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毕竟两把枪的子弹出速很快 而且满配后远战稳定性也很高 还是可以用他们远战点车的 因此加入他们并无不妥